照顧癱瘓的妻子11年 直到去世 要说咱严大爷对老伴 那可真是做到了 之后几年中 严大爷说了 也有给自己介绍的 但却始终就没有碰到合适的 由乡我工资低一点 我挣的是少一点 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钱 现在是2700块钱 是不是低点 现在涨完才2700 有时候我上工资玩 留个六八七十 工资玩他们都说 他都说我 你咱得主动问人家 人家哪有女的问男的 那那啥样男的问你 就那么事 他就说你碰到主要溜达 一是自己内向不会闹 二十帮姑娘照顾小外孙没时间 所以就把找老伴这事给耽误了 如今72岁了 严大爷说 这回得努把力找老伴了 我总是要找这个回国之路的 不得了花钱 可是在我平常工资都不低 都不高 你看自己的三年过何闲呢 是不是 家庭条件没啥 不干的 是不是没啥呢 就想找个会国日子不乱花钱的老伴 其他也没啥要求 严大爷说自己就是个老实人 虽然不会说啥吧 但指定能对老伴好 了解到严大爷的择偶标准啊 我们就想到了几个月前采访过的 原本家住长春市里 现在在长春大屯镇居住的王阿姨 来来给你借了这张 好 看看这是小菜 这是黄瓜 哎呦 看这草莓 你们要吃就窄啊 哇 这有草莓啊 这地方全是草莓 那是苦姑娘 看到没有 什么都有的啊 王凤玲65岁 轿车销声器厂退休 离异 退休金2600元 大爷 我刚才想给你打电话 我行了 我直接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 进来 我这是还没熟 没事 没事 进来进来 哎呀 这个是那个王阿姨 王阿姨 这个是岩叔 刚进王阿姨交门啊 王阿姨就热情地要给严大爷 看看那已经秋收过的小园子 看看这小园 原先要是夏天的时候满满的 那块是窝窝 现在摘了那么多窝窝一堆 那块是胡萝卜 这是胡萝卜 这是下水井 嗯 原先这地方是茄子 辣椒 柿子 那块是韭菜都完事了 这不行了 那是黄花菜 这是菊花还没开呢 这看看吧 这是到农村来了 难得到我这小园看一看 很好 要没有这机会咱还不认识 嗯 它挺稳重的 个头什么的 也适合我选的标准 因为我又不愿意找太高的 因为我也不高 嗯 挺稳重的 看一样是挺勤劳的 挺朴实的 嗯 那给你的感觉 人还挺稳当的 嗯 嗯 虽然严大爷没咋说话呀 但是王阿姨倒是觉得 严大爷挺稳重的 而严大爷呢 打心眼里觉着 严大爷呢